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9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播 我是Jennifer 美国新总统就职仪式将于1月20日举行 目前整个国家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 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前正进行就职仪式的全面排列 美国总统川普或将在他第一任期的最后一天的1月19日 发布多达100多项赦免和减刑 美东时间18日晚 美国国民警卫队司令丹胡克森视察了 部署在华盛顿的国民警卫队士兵 他在采访中说 他感谢战士和他们的家人为此次任务做出的牺牲 并且透露目前部署在首都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已达6万5千名 而在全国范围内 为了支援新冠疫情和取送行动 又额外部署了数千名战士 此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发推与美国民众告别 呼吁大家要有耐心 说暴力行为不可接受 一名自称是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 John E.海挺将军 也在美国东部时间18日下午2点左右 注册了电报群组 并且表示该账号属于自己所有 从昨晚开始到今天上午 这位海挺将军发出数条包含视频和照片的电文 耐人寻味 这些电文包含了下列信息 最好的事件即将到来 一场大觉醒的风暴将会很快降临 一切都在控制之中 总统很安全 劝告民众待在家中等等 目前尚不能确认这位海挺将军的正位 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即将于当地时间20日卸任 他早已宣布不会参加20日的就职典礼 此外 白宫公布了川普1月19日的日程安排 当天没有安排任何公开活动 仅写道 总统将从清晨工作到深夜 外媒报道 相关人员已开始对川普办公室进行收拾杂物工作 而川普预计在20日当天上午8点前离开白宫 并飞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参加送别仪式 可能会在告别仪式上以总统身份发表最后谈话 且幕僚精心策划典礼活动 预计以国师访问规格换送 也会有21枪礼炮 报道还称 白宫公布了川普任期最后一天1月19日的日程 与过去这几周一样 川普并未有公开具体的行程 锦称写道 总统将从清晨工作到深夜 他会打很多电话 召开很多会议 传川普将录制一段影片向外界告别 细数他就任4年来的施政成就 川普计划在20日一早 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乘坐空军一号离开 福克斯新闻1月19日报道 在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闯入期间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 哈里斯堡的女子莱莉·朱尼·威廉姆斯 被指控从佩洛西办公室中 拿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高密者称他打算将该设备卖给俄罗斯情报机构 目前他已在宾夕法尼亚州中去被捕 威廉姆斯被控非法进入国会大厦 以及在国会现场犯有非法入室和妨害治安罪 逮捕令称 威廉姆斯于1月6日与他的父亲一起去了华盛顿 但当天两人分开了 这名高密者具信是威廉姆斯的前男友 他说威廉姆斯的朋友向他展示了录像带 发现威廉姆斯正从议长佩洛西办公室 拿走笔记本电脑或硬盘 高密者还说 威廉姆斯打算将计算机转给俄罗斯的一位朋友 然后这名朋友计划将他卖给俄罗斯对外情报局 高密者认为由于某种原因 电脑设备向俄罗斯转送失败 该电脑设备仍在威廉姆斯手中或已被他销毁 佩洛西的办公室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他的父母寮长德鲁汉米尔在1月8日的一条推文中 确认在冲击国会期间 有人从他的办公室里偷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 高密者还说 他是从英国新闻网站ITV News的镜头中看到了威廉姆斯 他当时穿着绿色上衣和棕色缝衣 法庭文件写道 从ITV新闻中可以看到一个貌似威廉姆斯的女人 反复大喊 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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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亲自指挥其他人上楼梯 调查人员确认那个楼梯是通往佩洛西办公室的 在第二个ITV新闻片段中 威廉姆斯的母亲告诉记者 他认出了自己的女儿在国会大厦内 并说女儿对支持川普的政治活动突然发生了兴趣 他告诉记者威廉姆斯出走了 但不知道女儿去了哪里 他还更改了电话号码 据信 威廉姆斯已经删除了自己在社交媒体 包括Twitter、Facebook、Reddit、Telegram、Parler和Instagram上的账户 1月19日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 18日 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8例 人数分别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吉林43例 河北35例 黑龙江27例 有黑龙江村民披露 当地两个村的村民几乎全部感染 在河北 当局以封门 绑人等方式阻挠居民外出 习近平近日考察已提高戒备 戴上了口罩 海外公布发现疫情的天津市本周封城后 就连外出归来的居民也被拦在城外 北京居民有女士说 她的一些朋友想回天津 但在被守卫阻止进城 他们回到天津 但不让进城 他们没办法又回来了 回北京 北京也不让进 你无处去 只能在那里原地不动 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 习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冬季奥运会的筹办工作 现场照片可见 习近平几乎在所有场合都把口罩戴得严严实实 同场人士也都如此 过去半年 习近平到各省视察时都没有戴上口罩 此次疫情爆发地以农村为主 但黑龙江省政府在公开确诊及感染者人数时 仍给外界留下许多质疑 该省望奎县一名孙姓村民披露 这两个屯子的人全都感染了 就剩两户人家没感染 检查核酸是成阴性 剩下的人无一幸免 全都感染上了 现在都统一隔离了 昨天去了10台大客车 今天把群村里所有生猪全部杀了 然后深埋 1月18日 岁化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 发布关于有奖举报的公告 对举报集中和居家隔离人员拒不执行隔离观察等管控措施 或私自逃离隔离观察的奖励人民币3000元 孙先生说 岁化地区调动民警300多人 全天看护 消毒车不间断地去消毒 在石家庄 有一男子因为躲避隔离 被工作人员捆绑在一棵树上 现场视频中不断传出捆绑者的叫骂声 石家庄居民北渊小区居民唐文祥说 由于不能出小区 很多居民只能隔着铁栅栏买菜 自新一轮疫情爆发以来 河北省已经累计本地确诊病例达800例 石家庄已有至少3名官员因对抗疫情不力 受到撤制等处罚 吉林省新确诊新冠疫情报告43例 成为当天感染人数最多的省 据报 一名超级传播者 1月5日搭火车自黑龙江省进入吉林通化市 结果传染143人 大多数被感染者未出现症状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民主党控制的加州2020年12月24日 报告的病例为200万例 该州在之后不到一个月后的1月18日突破300万大关 成为全美第一个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超过300万的州 加州自去年1月25日发现首例确诊 之后加州的感染人数在292天后 于11月11日达到100万 并接着在44天后突破200万 数据显示 加州的病例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州 德州目前已超过200万例确诊 佛罗里达州则超过150万例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 加州的疫苗接种量比其他任何州都多 我们正在把40%的剂量拿出来 发放给医护人员和最脆弱的人 在接种疫苗的进展上 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继续加大努力 以实现速度 公平和安全的目标 这与他在1月初发表的言论相吻合 当时他谴责加州的免疫接种率不够好 加州政府表示 截至1月17日 供应商报告在全州范围内注射了190万剂疫苗 并交付了322万剂疫苗 但据联邦数据显示 到目前为止 加州每10万居民中接种疫苗的人数不到2500人 接种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之下 德州是全美第一个为100万居民接种疫苗的州 并且在疫苗管理方面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 辉瑞和莫德纳公司 已经在美国分发了约3120万剂疫苗 但截至2021年1月15日 只有不到1230万剂疫苗被接种 美国卫生官员去年预计 至2020年底 可望有2000万美国人接种疫苗 但这个数字最终低于400万 加州在很大程度上将希望寄托在大规模接种疫苗行动 以减少确诊的数量 但在实际推广中仍遇到了瓶颈 上周日 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埃里卡潘敦促停止使用一批莫德纳疫苗 主要原因是接种者出现了需要医疗的严重过敏反应 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要求所有海外赴美旅客提供新冠阴性证明 相关法令在1月26日生效 在该指令生效前夕 美国总统川普于1月18日发布声明 取消了欧洲、英国、爱尔兰和巴西大部分地区的疫情旅行禁令 保留了对中国和伊朗的旅行制裁 该举动遭到拜登的发言人反对 并表示新进政府将阻止该命令实施 川普政府指出 美国能够在与欧洲、巴西等地的疫情防控中心合作的前提下 对这些国家开放旅行限制 在中国与伊朗方面 由于两地存在疫情不透明与缺乏合作的关系 将不会开放限制 对于该声明 拜登发言人、新进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表示 拜登政府将会阻止开放对欧洲与巴西等地的旅行禁令的做法 发言人说 随着疫情的恶化 目前不是取消国际旅行禁令的时候 普萨基没有提到拜登政府 是否会对中国与伊朗的旅行禁令做出调整 普萨基还说 事实上 我们计划加强与国际旅行相关的公共卫生措施 以进一步减轻新冠病毒的传播 拜登20日上任后就拥有重新实施限制的法律权利 在几日前 拜登团队曾经宣布会在短期内扭转一些川普政府的进行政策 其中包括解禁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回到巴黎气候协议 强制口罩令等内容 相关行政令大多不需要国会采取行动就可以实施 12日 美国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部门主任赛特隆告诉路透社 美国的这些入境禁令是应对病毒传播的最初策略 现在 美国正在积极重新考量对策的效益 航空公司曾希望新的检测要求能够让美国政府解除对欧盟实施的入境禁令 因为禁令已使从一些欧洲国家到美国的旅客量减少95%以上 最近几天 他们曾就这个问题向白宫高级官员施压 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在过去几个月认为 有鉴于大多数国家不受入境禁令的限制 这些限制已经没有意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 美国不应该放弃入境禁令 因为许多欧洲国家仍在阻止大多数美国公民入境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